回到繼續光明頂,剛剛講到我們整份施政報告 其中一個很大的背景,就在於香港其實在一個中美轉弱的環境情況下 我們首湯其衝,香港政府應該怎樣做 但看不到我們有什麼可以挽留我們外國對香港人的優惠待遇 昨天陶先生就留了一條問題,叫我們今次在施政報告都留意一下 既然我們賺不到美國人錢,今次施政報告,我們會不會親近俄羅斯、阿非拉兄弟、伊朗、塔利班 我們整份施政報告有沒有這些部份呢? 這些完全是飲审止渴的東西,即是毒藥來的 因為很簡單,現在俄羅斯由於侵略烏克蘭,受到美國西方社會 以及國際社會的制裁 在聯合國連續四次特別會議裡面,147個國家贊成 只有五個國家反對通過了,譴責俄羅斯侵略 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全面撤軍 是這樣的要求 因此對俄羅斯實施了一萬一千多項制裁 包括金融核彈,即將俄羅斯踢出美元國際結算體系 但俄羅斯的東西,人家都出來制裁 如果你在施政報告說什麼去跟俄羅斯抱團取暖 加強跟他的經貿聯繫那些東西 對香港來講不是完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什麼塔利班之類的東西,這些完全是一個價值觀 所以你不要說哈馬斯,你都引來香港 所以我覺得香港之所以它能夠由一個偏僻的小漁村 而在那百幾年當中成長為亞洲四小龍 發展為遠東的國際金融中心 靠的是什麼呢?是自由法治核心價值 你任何裡面去削弱衝擊自由法治核心價值的話 你只會毀了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對我們國家中國式現代化有什麼好處呢?毫無好處 所以就是說我們也要注意到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去指責那些什麼,企圖挑戰中央和特區管治的遠對抗行為 什麼是遠對抗?我們在中英聯合聲明有沒有見過這個字眼?沒有 我們在國家憲法有沒有見過這個字眼?沒有 我們在基本法有沒有見過這個字眼?沒有 在人大常委歷次對香港釋法有沒有見過遠對抗這個字眼?沒有 那這個含義是什麼呢?是不是說那樣似那樣呢? 所以即是去將這些鬥爭哲學的東西去堆下來這個施政報告 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 對於香港對國際投資者裡面吸引他們來投資 建立什麼總部經濟 那是有好處還是有壞處呢? 人家新加坡政府的施政報告 你看一下,由李光耀到李顯龍 他們歷屆政府的施政報告 人家有沒有擺這些鬥爭哲學的東西出來呢? 新加坡不需要列些什麼防止、軟對抗這些東西的 人家所做的全部政策的出發點 是為了吸引外來投資 人家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改善投資環境 那為什麼人家會將你那個國際金融第三位 在世界上的地位取而代之? 為什麼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 人家也將你取而代之排第一? 為什麼人家的新加坡國際機場 也都取代了你香港國際機場 為世界第一? 你香港的國際機場就淪落到世界第三十三? 所以不怕不惜貨最怕貨比貨 這些就是高下立判 而且你說軟對抗 其實這一個真是很適合的名題 不過應該放在2014年那些差不多 你去到2023呢 你看外國政府和很多智庫的報告 經常是強調的 就是我們現在在台海和中國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真正的戰爭風險 大家都在想 其實這裡是一些會打仗的地方 有機會會有一個擦槍走火行為 打仗的地方 你還在一個打仗的地方 說什麼軟對抗? 你台灣一月選舉選完出來的時候 那些都不會跟你軟對抗 他真的自己會說明 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已經擺出來了 不是啊 你要記住 你的資政報告 就將總部經濟 作為去 加強香港的繁榮安定 一個招數 總部經濟也許 什麼總部呢? 當然是別人外國的企業 外國的金融機構 他們那些總部啊 或者是亞洲的分部那些東西 撤離香港 這些叫做總部經濟 但是另一方面 你就去講什麼 軟對抗 這些無靈兩可的字眼 而且你現在不要忘記 內地裡面全民去抓間諜 反間諜法 對外關係法裡面 講到有些數據 有些資料 都是關乎國家安全 或者涉及國家機密 或者影響到國家的榮譽 這些東西 是很容易 就不觸發我的 所以 變成你 是不是又令到別人 覺得一種危邦不入的感覺 是不是 君子不臨危場之下 那你 到底是要吸引外來投資 因為要驅趕外來投資呢 是 加上一個23條的問題 當然在憲法上我們有這個立法的責任 但是如果你把軟對抗23條和網絡安全法放在一起 真是令到外資會擔心 以前我們一直都有一個懷疑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香港的總公司 是服務著全中國內地的一些所謂的單位市場 那些數據資料一直是放在香港 又或者是做在不同的地方 萬一你那個23條和軟對抗 真的寫得有些寬鬆的話 你不用想著美思明治 在北京不用設置 連香港那裡的due diligence 那些盡職公司 都不知道怎樣跟你生存下去 那個投資環境就很麻煩 你要搞清楚 基本法第五條是莊嚴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不斷規定 但是你看看近年來 港府某些施政 某些宣傳 某些口吻 我認為他就是將那個筆字 有意無意去勾銷了 變成什麼呢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你這樣做的時候 跟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初衷 完全是背道而馳 跟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的 堅持一國原則 尊重兩制差異 二者包括偏廢的指示 亦對於背道而馳 所以凡事左三分一左二擇 這些傾向 不糾正 香港又沒有人走 不過不要緊 去到最後 如果他真的要走那條路 其實大家都無所謂 你要走回比較保守一點的 維護國安全路事業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 你維護國家安全 必須要跟維護 基本法賦予的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之間 取得平衡 你維護國家安全 一定要跟維護香港的 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和優勢取得平衡 做到平衡當然做得最好 但做不到也不要緊 你開一條錢的路 給我們走資和走人就可以了 因為你想想 我們現在的人工和物價 是遠超於深圳市 和其他中國內部省市 資產的價值 是高的他們 所以我們在賺的 我們就要內地化 我們香港要融入大灣區 融入國家的主體 成為內地的普通城市 你就去說 實際上 你現在已經是掛羊頭賣狗肉 根本上 你說出來沒問題 正如有些工商界人士 日前都發表文章 麻煩你講清楚 我們很處置我們的資產 你要明白 最好切辣椒 現在放樓比較麻煩 你還有兩年的寬限期 還有兩年的SSD 但你去到最後 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全香港人都知道 我們的資產價格 為何維持這麼高 我們的港元依然有這麼好的水平 以及我們的人工收入這麼高 哪怕大家經常回深圳做消費 你都會問 深圳一個售貨員 以及香港的售貨員 的確在薪金上 有明顯的差異 不會是香港人的特別做得好的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些 國際的Premium 這個日價的存在 講完這份施政報告 無論這份施政報告 講成怎樣 寫成怎樣 大家都很同意 這個特首李家超的做法 做完之後 大家就等下資產和人腳 怎樣配置 但是講完人腳配置之後 內地的人腳 真的不知道怎樣配置 這個關於施政報告 我只是補充一句 就說 現在香港面臨最大的危機 就是美國西方發達國家 他們質疑香港的一國兩制地位 認為我們已經走回去一國一制 香港會變成內地的普通城市 我們要化解外部世界對香港 這樣的質疑 令到我們一國兩制 能夠撥亂反正 走穩致遠 這才是我們特區政府最大的任務 最大的挑戰 但是最可惜的是 在施政報告裡面 看不到答案 這就是總結一句這樣 說到內地人士的配置 不用問阿貴 當然說 在昨天人大常委會工作會議上 通過了決議 也由習近平國家主席發佈 這個國家主席令 就是免去了秦剛的國務委員的職務 免去了李尚福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職務 但是他這個 無論中央電視台也好 人民日報也好 新華社也好 是沒有講到什麼原因 這件事當然是在過去幾個月 我們已經傳到沸沸揚揚揚 因為秦剛在去年12月30日 由一個駐美大使 副外交部長級的人馬 就提升為外交部長 然後今年三月的時候 兩會期間他就被委任為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是連升三級 李尚福也是 他在去年的十月 中共二十大被委任為 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然後今年三月就被 任命為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然後今年三月到現在十月 無非只有半年時間 結果這兩個都在經過了前面兩個月 乃至四個月的蕭星的職之後 現在塵埃落地 就是撤了職 好了 為什麼他們會忽然間火箭式升官 忽然間有隕石般的墜落呢 這件事因為中國的高層人士 這件事變動是缺乏公開性 探上透明度 所以只能傳說紛紛 我不是認為這是用所謂腐敗兩個字 這麼簡單來形容 因為第一這兩個不是孤立事件 與此同時 火箭軍的司令部 司令政委 或者前任的副司令 參謀長 那些也是一窩端 另外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那些幾位副部長那些 參謀長那些也是一窩端 還有戰略支援部隊的高層 也受到整縮 海軍領導層也受到整縮 而且怪異的是 今次人大常委會 所謂任免事項 任就任命 免就免職 但是對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一職 有免就沒有任 換言之 免去了李尚福的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 但是沒有任命一個人去頂他 那麼 這個在那個7月25號的時候 那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會議 是免去了秦剛 所兼的外交部長 但是保留他國務委員職務 但是當時都任命 還要回王毅 去做外交部長 兼任 而問題就是 這次李尚福就免去了 就沒有人頂他的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比較罕見的 1949年10月1日以來 未試過 或者是 這個 就半年之內 升官半年之內 就撤職 就未試過有這樣 令人眼花撩亂的 人事變動 但是你說人事變動 升官降官都可能 有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 但是反而我比較關注 就是那種 只有免無任的情況 因為 supposed 一個國家 是應該有梯隊 有人財富 沒有了個國防部長 換個新的出來 外長 這次這個秦剛 是因為任何原因 沒有了都好 你換下一個副外長 上去做外長 都應該可以 我覺得 人事 其實是兩件事 這個人 就被李尚福 或者秦剛 去免了他們職務 事 因什麼事 這件事 因為他沒有說 沒有說 我覺得 因為剛才牽涉一旁人 是幾個系統都大清洗 我覺得 不是用貪腐兩個字 這麼簡單 我覺得 起碼有四件事 是一個戰略上 他的高層 可能意見分歧 到白熱化 第一個就是中美關係 是 究竟我們要按照鄧小平 改革開放時候 黨內共識 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 對美國開放 因此改善發展 和美國關係 是改革開放的根本要求 也是冷戰格局下 確保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 是堅持這個原則 還是覺得中美之間 戰略決戰不可避免呢 必然中美必有一戰 這是一個分歧 第二 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究竟我們要站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一邊 去維護和平反對侵略 那一邊 還是要堅持跟普京 這些侵略者去抱團取暖 不是盟友勝似盟友 這是第二個分歧 第三個分歧 比如這次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 對哈馬斯這些恐怖主義的組織 究竟我們是否要明確譴責它這些反人類 反文明的暴行 還是對他們採草暗中的支持的態度 反而把矛頭指向恐怖襲擊的受害者以色列 還有第四就是台灣海峽 台海的局勢 如果台灣當局沒有搞什麼法理台獨的情況下 到底我們是不是要用武力去統一台灣 造成一個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重演 我想這四方面 就是中美關係 烏克蘭戰爭 哈爾戰爭 乃至台海局勢 這四方面我相信高層一定有不同意見的分歧 甚至去到白熱化的階段 為什麼呢 我看過原來空軍政委國防大學 劉亞洲上將 他曾經寫過那些不同意 在現在的情況下 對台灣動武 提出他的反對意見 所以說這些 在秦剛原來的外長 李尚福原來的防部長 他們在這四個問題上的取態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些分歧 造成了 影響了對習近平主席的忠誠 或者影響他兩個確立 兩個維護 我們真的不得而知 但是這些政府國家機密 或者大家討論的事情 我們就免得談論 但是對我來說比較關注的 就是我們往前路怎樣走呢 尤其是我們始終都要 對於台灣有一個軍事的 不要威脅 都有一個脅迫 起碼在APEC會議上面 我們都要外長去做 而現在兩個都懸空了 找回舊人來頂替 好像不是很好 此時此刻 我很懷念 胡錦濤主席時代 那句說話 罪貞會臣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 加多三個字 不折騰 好懷念 明天回來 光明點繼續